哈嘍大家好我是打黑 今天這部影片我們來聊一些在公租交易 裡面玩了一段時間之後 你可能才會發現的一些 隱藏的細節設定 或者一些你可以知道的實用功能 好那首先地圖上有時候 我們會看到一群成群結隊的冒險者 這些冒險者啊 其實是冒牌的覺醒者 當然他們對你來說也沒有害 他們就只是這個世界裡面的一些 npc 但是如果你決定把他們給打死的話 可以從他們身上得到一些經驗值 我們也可以從選單歷史記錄裡面的 冒險記錄看到我們擊殺的冒牌 覺醒者數量 當然如果你想要的話 這些冒牌覺醒者擊殺之後 你也是可以用龍之股東碎片 把它給復活的 歷史記錄這邊 我們也可以看到很多其他東西 像是我們前一部影片提到的好感度 可以從 npc 記錄這邊看到 每個 npc 喜歡的東西 還有在冒險記錄這邊 我們也可以看到 目前有沒有達到好感上限的 npc 除此以外 最後還有一個答案記錄 就是假如說我們在遊戲裡面 閱讀過的任何書信 他都也會顯示在這個答案記錄這邊 下一點我們在野外戰鬥的時候 也會遇見各種各樣的敵人 遊戲一面的敵人 他都會有自己的弱點 很多時候我們在戰鬥的時候 隨從也會直接告訴我們 這些敵人的弱點 像是蜥蜴人的弱點是他的尾巴 岩石蜥的弱點是他的腹部 腹射怪的弱點是火屬性的攻擊 史萊姆的弱點是各種魔法攻擊 而最大多數的boss 他們的弱點都會在頭部 假如說你能夠挑到他們頭上 去攻擊他們的話會有比較好的效果 如果是長有毛髮的怪物的話 絕大多數也都會比較怕火屬性的攻擊 再來就是在遊戲裡面 絕大多數的生物 我們都可以爬到他身上去進行攻擊 其中 施鳩是可以騎乘的 假如說你爬到他身上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就可以飛走 而且除了施鳩以外 鳥聲女妖也是可以騎乘飛行的 不過他的騎乘控制會 稍微比較困難一點點 但是他也是可以幫你往 往高處的地方移動 下一點我們在遊戲裡面跳躍的時候 如果按住跳躍的按鍵 電腦的話就是space 可以跳的比較遠一點點 如果你要從高處落下 不想要自己損血 想要隨從代替你來損血的話 有一個方式就是可以先把隨從 給丟到下面去 把隨從丟下去之後 按住指令 會讓他在下面等一下 你跳下去的時候 隨從就會在下面接住你 如果你把隨從丟下去摔死的話 也可以使用 魔攻守的技能 命懷魔攻把這個隨從給復活之後 再讓他在下面接住你 下一點我們在野外 搭乘牛車的時候 有時候會遇到怪物突襲 這個時候我們需要把敵人給解決掉 那這之間 假如說牛車翻倒的話 還是可以扶起來的 但是假如說牛死掉的話 就沒救了 搭乘牛車的期間 我們會遭遇野怪的突襲 假如說你不想應付這些敵人的話 選擇不保存返回標題畫面 重新進到遊戲 基本上就會回到你乘坐牛車前的畫面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重新回去搭乘牛車 期到這一次中間不會遇到突襲 另外我們在野外遇見的牛車 有些時候你如果不想趕入的話 有些牛車也是可以直接搭乘上去的 下一點 我們在遊戲裡面 各個地區幾乎都會遇見不同的商人 那假如說是賣武器跟賣盔甲的 會有強化裝備的功能 而在不一樣的地區 他強化出來的裝備 會有不一樣的效果 像是在組成的鐵匠 他家的數值會比較平均 在巴達爾的鐵匠 他可能會加比較多的物遺攻擊 金銀會加更多的魔攻魔防 矮人則是會加更多的擊退抗性 我們也可以從不同的圖標來判斷 這個武器是由誰強化的 遊戲裡面 我們蒐集探求之陣 可以換一些裝備 其中換到的盜賊武器 尋水匕首 他能夠在靠近寶箱的時候發亮 讓我們知道附近哪裡有寶箱 遊戲裡面 如果我們死掉的話 可以使用龍之鼓動碎片復活 而這個龍之鼓動碎片 有一個很神奇的地方就是 使用掉的龍之鼓動碎片 不會真的消失 而是會重新散落在世界的各地寶箱裡 所以如果想重新撿到更多的龍之鼓動碎片的話 可以回去之前 你有撿過龍之鼓動碎片的寶箱看看 或者假如說你有拿到一個道具 引入龍眼他也會直接顯示 在這張地圖上面有出現的龍之鼓動碎片 這款遊戲的時間設定 假如說我們坐在板凳休息的話 要閉眼四次才可以經過一個整天 假如說是自己冒險實際遊玩的話 則要經過現實世界的48分鐘 才會經過一個整天 下一點我們在任務提示這邊 有一些隨從已經在別的世界 完成過同樣的任務的話 在這邊他的手掌下面就會顯示 那個隨從的數字1或者2 設定優先任務之後對著隨從使用夠的指令 他就會引導我們去到那個任務 不過有時候中途你會想去別的地方 會導致這個指引斷掉 那怎麼讓這個指引重新出現呢 基本上就是去到任務提示那邊 重新去設定優先任務 並且在看著該名隨從的情況下 對其使用夠的指令 就可以重新觸發了 相反的假如說你是要只是一個隨從 去撿寶箱的話 建議先把任務指引給關掉 一樣對著那個寶箱使用夠的指令 隨從就會使用他的法術 來去撿那個寶箱 下一點遊戲裡面獨眼巨人 他們在經過吊橋的時候 如果我們把吊橋射掉的話 他會取而代之的成為新的橋 如果在這時候你還繼續進行攻擊的話 他們就會直接摔下去 那遊戲裡面絕大多數的東西都是會重生的 包括剛剛說的斷橋 或者獨眼巨人的boss 不過他們重生需要的時間不太一樣 一些boss 類型的敵人 可能會需要比較久的時間才可以重生 像這種boss大概是遊戲內的7天 或者14天才會重生一次 最後這遊戲裡面 其實還有很多的細節藏在任務裡面 像是關口這邊的異品店 我們可以複製任何東西 包括旁邊任務會需要提交的一個 翠綠寶石 或者我們在更前面的任務 從貝恩德那邊拿到的 監獄玩用鑰匙 還有像是巴克巴達爾這邊會有一個 藏的比較深的隱藏裝備 跟蜥蜴酒可以獲取 在西格斯酒館這邊 你就要穿上獸人頭套 然後把旁邊的沙袋搬到圍杆裡面 你就會被帶到西格斯酒館裡面 在酒館裡面 你可以跟這個商人購買蜥蜴酒 還有 附岸的瘦肉 同時購買兩個道具之後 老闆會給我們介紹其他的商人 在外面休息一天 就可以在該處遇到這個商人 你可以跟他購買蜥蜴尾巴的道具 然後如果你選擇打他一下的話 他則會給你一套研究生的衣服 遊戲裡面的很多支線也都蠻有意思的 而且 有些也不是只有一個結局 或者一種結法 像是我們之前跑中午遊城的乞丐 就有三種不同的結局 貴族摘地的少年 也有給不給他正確道具的選項等等 如果想體驗遊戲前期 比較完整的遊城的話 也可以去看我之前的一些攻略影片 好吧 那這部影片就簡單聊一些 我覺得龍族交易裡面 比較隱蔽的設定或者功能 有沒有哪些功能是你原先不知道的 或者有什麼你想補充的 也歡迎你在底下留言 這部影片就先聊到這邊 看完喜歡的話 千萬不要忘記點贊訂閱 我是達海爾 我們下部影片見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